日本有網友突發奇想 把薄荷喉糖加入奶茶一起喝 結果意外美味 朋友分享到社群平台上 還獲得了百萬人響應 不少台灣人就跟著嘗試 驚呼 真的滿好喝的 帶有微微草本的味道 真的有這麼大嗎 我們也實際上街找民眾試喝看看 來聽聽看民眾怎麼說 冰涼紅糖揉進奶茶裡 聽起來就和不搭嘎的組合 會是什麼味道 難道真的能蹦出心滋味嗎 它有薄荷味 它尾韻怎麼會有薄荷味 這什麼東西 薄荷奶茶 就不難喝啊 有一點奶茶味 然後後面才有一點薄荷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還行 來看看大家的反應似乎還不錯 並不排斥這杯喝起來 有涼感的奶茶 可別小看 這個看似烈奇的組合 近期在日本可紅了 因為有網友親自實驗試喝 PO文說這獨特美味的全新飲品 真的非常值得大家一試 萬萬沒想到引發這股腸鮮熱潮 吸引超過五百多萬次的瀏覽 消息傳到台灣後 就有網友在網路上敲碗 要手搖引業者跟進 但你真的會買單嗎 就可能生病的時候 然後想喝飲料 然後就會覺得龍腳傘加奶茶 好像就滿健康的 就有那種護喉嚨的感覺 如果店家說他有療效的話 可能會想試試看 其實類似你意想不到的手搖引 組合還真的不少 近期就有業者推出 一系列提神飲料茶飲 還有益生菌纖維奶茶 聽起來雖然怪 但店家求新求變 要滿足更多消費者的味蕾 就是求新求變比較多 然後希望有更多的選擇 然後我們推出的 可以補充能量還有膳食纖維 讓顧客有一個很特別的選擇 這樣的怪奶茶 就得看市場的接受度如何了 我們見最後報道